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谁都不要指望 话还没说完 现场就爆出热烈的掌声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话 趁着初期八一建军节 中共建军90年庆祝大会上 再次重申 谁也别想分裂中国领土 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苦果 人民军队要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大陆近期除了得面对韩印度的领土问题 面对藏独 疆独 港独 台独 现在对大陆来说的反动势力 习近一名挑场合高调宣誓恼 要坚持仗怎么打 兵就怎么练 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 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 加油 除了在庆祝大会上的宣誓 两天前中国更适隔36年 首次将原本在北京举行的阅兵典礼 移植到内蒙古的诸日和训练基地举行 除了习近平亲自出席教育 现场还有各种新式武器设备亮相 其中更出现一次台湾总统府的场景 针对意味浓厚 军事大国的形象再配上强硬的谈话 也为习近平在接下来 现在是就大的政治重头戏站稳脚步 国医中心综合报道